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听老普读书 我们接着读谁是历史的罪人 我的辩护书 作者是陈子明 作者是陈子明 现在这一段应该是 油管上视频的第十一段 应该是第十一段 也是他正文的最后一部分 这个最后一部分应当会时间很短 用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能读完 我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领会 三十一年前陈子明 在面临十三年徒刑的 那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的胸襟 以他的这种坦诚 和为社会 为国家负责任的精神 我觉得他的这本小册子 到现在来看 依然不过时 不管这个现实是多么的严酷 不管是政治运行 多么的令人不如意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应该抱有信心 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这个是整个第三部分的 第四小部分 叫做我的回答 也是最终的结论了 我的回答 无论终审判决结果如何 我都不会改变初衷 即使我的要求和期望 再一次落空 我仍将一如既往 达之以我的一贯态度 尊重法律 恪守爱心 捍卫真理 一 尊重法律 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 我尊重现行宪法和法律 坚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 从收容到逮捕 我向侦察 检察和审判人员 一再重申一个原则 凡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我都保证履行 凡是法律规定的权利 我都要求兑现 法律不允许的事不做 法律允许的事一定要争取 法律没有规定 或规定不明确的 我则本着个人良知和理性的指引 通过协商互量 与有关方面达成共识 我将在法律范围内 尝试一切可能性 为个人争取最好的结果 并努力推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做法 和不公正的判决 我将依法提出申诉和控告 诉诸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公正舆论 这是第一点 遵守法律 第二点 恪守爱心 中国古代儒家圣贤倡导 人数之道 佛教大师劝欲 怜悯慈悲 圣经中贯穿着 爱人如己的博爱精神 马克思主义继承人道主义的伟大传统 强调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我将谨守人类文明的这些道德精华 不论个人受到怎样的误解 委屈和不公正对待 坚持以爱对恨 以爱抱怨 始终以同志和朋友之心 对待执政助攻 我在秦城的头四个月中 就撰写了25万字的改革十年反思 要求上交江泽民 李瑞环二同志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 忠实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表现 以求加强沟通 增进理解 广开言路 避意决策 1991年2月12日晚 在一审判决宣布的当天 我再次致信江泽民 李鹏 乔石 姚依林 宋平 李瑞环 六同志 我在信中写道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 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了 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境遇 而改变一贯的政治态度 与理论观点 我仍将坚持知识分子阶层 在提高自身 加强组织的同时 尽可能的与政府谋合的看法 坚持积极稳健的 推进经济政治改革的看法 我愿意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 一起为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力量 第三 捍卫真理 如果让我的人身自由和真理之间做出选择 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我挚爱我的妻子 父母 弟妹 朋友 盼望与他们早日团聚 共享天伦之乐 但是 我绝不会以牺牲真理 丧失人格作为交换的代价 我提倡政治妥协 社会调和 但是 我唾弃学术无定见 思想如飘平 随波逐流 招处木擒 当然 我不是主张 抱残首缺 固执己见 人们的思想应当追随 时代的进步 与学问的增长 但绝不应当 由于屈从权力和追逐私利 而改变信念 在这方面 中国同盟会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无数英烈 早已为我树立了楷模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赵汉清 况且 现实离死还差得远呢 然而 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相信 自己会以囚徒的身份 迎接光辉灿烂的 二十一世纪 因为 我们的母亲 伟大的中华 绝不会让她的无辜儿女 含冤受趋 如此长久 一句话 不论等待我的 是怎样的冤枉和不幸 我都将抱之以 永远自信的笑容 海洋般宽广的 善意和松柏一样 挺立的傲骨 始终坚信 爱的伪力和炙热 将融化最坚硬的岩石 和最冰冷的心房 我坚信 议论国事 参与政治 维护宪法 坚持改革 无罪 捏造情报 前置言论 陷害忠良 图谋倒退 有罪 究竟谁是历史的真正罪人 人民终将做出 最有分量的判决 我是无罪的 八九学潮 是中国历史上 可歌可泣的一页 改革和现代化的潮流 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陈子明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 于秦城 这个呢 是他的最后的回答 应当说呢 一九九一年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心情非常非常的激动 对这个人的景仰 简直呢 是像滔滔江水一般 但是后来呢 这个虽说呢 他的这样的一个处事风格 包括呢 与政府谋合 在各个势力和各个权力系统之间呢 寻求妥协 然后呢 不要丧失和放弃原则 在这些问题上呢 一直成为我的座右铭 事实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几十年以来呢 就是说 我呢 自己主张言论自由 这个我说过呢 受胡平先生影响 选择的也是一个 阻力最小的 捍卫人权和改变社会 他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并没有说 选择去 比如说 阻挡 是吧 也没有选择呢 去走上街头 也没有去像 共产党这个 早期教科书上 所写的那样的 去所谓 深入基层 实际上呢 在张祖华先生 和陈小平的 安排与指点下呢 我去报考了律师资格 然后呢 这个进入律师事务所 应当说呢 从1999年 2000年以前 我一直呢 是在自己这样去 努力去做点事 那么从2001年以后 开始呢 直接的去从事呢 利用律师的这样的 一种职业 去捍卫言论自由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 我这么几年来 在我做律师的 十几年间 我所选择的 这个 跟言论自由 有关的案件 一直是我几乎 不计任何代价 不考虑收入的有无 也要努力去做的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你想做过的 这个名誉权纠纷案件 去捍卫作家的权利 是吧 中国农民调查的 这个名誉权的案件 中国改革和财经杂志的 名誉权的案件 那么还有呢 这个 应该说呢 这个行政诉讼方面呢 是后来呢 在重庆呢 去做大量的 针对劳动教养 决定的这样的一些 行政案件 来推动 废止一个制度 还有呢 就是说 刑事案件方面 在我自己出事之前 我所做的 不管是安卫费的案件 这个行政案件 还是谈作人的 刑事案件 基本上呢 是以捍卫言论自由权利为主 集中在这样的一个领域 那到我自己出事以后 事实上来讲呢 子明他在这本小册子中间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 事实上呢 也对我有直接的影响 那么刘晓波 张祖化 胡平和陈子明 是吧 至少这四位呢 应当说 是给我特别大的 这样的一种力量 那么这个 已故的张显阳先生 帮了我很大的忙的 这个张显阳先生 他呢 在1990年前后 曹思源先生的夫人 陈彬彬 带我去找他的老师 就是张显阳先生的时候 那么当时我去找他 我记得显阳先生 听了我的这个情况之后 握着我的手 非常用力的说 之前你不要灰心 对你的帮助 是革命失败后 对革命者的营救 一个人呢 只要忠实于信仰 忠实于朋友 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那当时对我的 一种震撼 这样的一种关切 一种指点 这样的一种加持 那我觉得是 这种力量是难以想象的 我记得我回来 把显阳先生这句话 写在一张纸上 挂到我的床头 那现在来讲呢 我觉得 这些老师们 是引领我前进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支柱 的的确确就是这样 我自己呢 不会搞理论研究 现在呢 应该说 也失去了 直接为社会服务的 这样的一种机会 似乎呢 陈子明没有看到 他所期望的那个时代 是吧 21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 继续在让无辜的人 这个受到迫害 是吧 继续呢 在选择不够明智的 发展道路 但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讲 我个人感觉 愿意呢 把事情看得长远一点 我们今天 是过往的未来 那么是今天的现实 也是未来的过往 是未来的历史 我们在一个历史前进 或者说运行的 这个过程中 虽然陈子明 陈子明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三十年前的期待 到现在为止 没有看到前进的 没有看到曙光 张思枝先生 他一直坚守的东西 也没有取得 显而易见的成果 我们的努力 似乎呢 越来越暗淡 前景越来越暗淡 但是我们要坚信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历史前进的过程 还是呢 用这个 陈子明 最后中间 所说的话 叫什么呢 叫做 改革和现代化的潮流 是谁 是谁 也阻挡不住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 就是说 不论等待我的 是怎样的冤枉和不幸 我都将抱之以 永恒自信的笑容 海洋般宽广的善意 和松柏一样 挺立的傲骨 始终坚信 爱的伟力和炙热 将融化 最坚硬的岩石 和最冰冷的心房 我觉得 这个非暴力 不合作 是吧 这个 永远抱有一个 与各方合作 共同为这个社会 负责任的 这样的一种心念 这种心灵 这种心情 是我们 必须要做的 现在知识阶层 也应该这样 也应该这样 随后呢 这个 最后一个片段 我读一下呢 它这个里面 当时有两个附录 我把这个附录呢 一会儿我用 另一个单元 再读一下 谢谢